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日语谈公园 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们这些节目也是之前发了一个坑 你这么说 是吧 对 因为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录了期节目 叫这个什么 细血飞舞 往事难忘 再见方家胡同 依依不舍离开了我们录了年多节目的方家胡同录音室 对 然后搬到了一个新的 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儿 当时我们就说 关于这个高大上的地儿 我们之后专门聊一聊 当时节目其实已经大概说了一下 我们办到这地儿叫V-Work 对 去了之后发现 哎呦 这个环境真好 不单环境好 风水还好 然后就说 咱们之后专门聊一期 结果拖了半年时间 咱们说 要么就不聊 聊就聊个大的 是 那跟谁聊呢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V-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 艾铁城先生 艾伦来跟我们一起聊聊V-Work 大家好 我是艾铁城 艾伦加入V-Work已经超过14个月了 再次欢迎日坛公园 这么优质的会员加入V-Work的社区 加入V-Work的大家庭 感觉要送鲜花了 今天我们这个乐园场地也是在上海 V-Work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大楼 中海国际 而且这个18层 你想想我们有没有在18层路过 因为全是大玻璃 一览无遗下面风景 感觉特别好 对 而且你看咱们今天在V-Work这个办公室录音 那是艾伦的地盘 但是进了这个会议室 这是咱们的地盘 欢迎来到日常公园来做课 互相做课 真会说 首先还是得先感谢一下 因为这次也是跟V-Work有一个深入的合作 对 在今年差不多五六月份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的初创公司 我们的早期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对 然后而且我们的确进了之后 这个顺风顺水 对 迅速获得融资 也快烧光了 别这么说 不是 为什么呀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弄了一间办公室 对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公司早期还是在省钱 对 不能盲目扩张 结果呢 进了之后发现不行 这公司业务扩展太快了 然后我们上个月刚刚就弄了一个新的办公室 对 现在两间屋了 太赞了 但你们真正享受的是全中国的V-Work 你们都可以用 甚至说变成我们的会员之后 全世界的V-Work你们都可以用 以后有机会去纽约 去伦敦 去什么其他地方录音 都可以选择V-Work 我们之前录的节目的时候就提过这事 特希望以后去纽约录音什么之类的 但是因为一直没去纽约 但是我们之前在上海用了你们这个神奇的功能了 对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经常来上海录节目嘛 跟我们的主播金城志之类的 每次都在酒店房间录音 开个房 然后就上床 想上节目先开房 对 但是你想哥们无所谓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不太熟的嘉宾 像我们之前在这边跟那个当笔记的作者 南派三叔一些录音 说这你开个房有点不合适了 然后说这份办 那时候因为我们已经上微博会员了嘛 这个享受会员权益 然后就在这个V-H-LowV-Work 弄了一个这个会议室 然后这个三叔一进屋 这地儿不错 我也弄了一个办公室 对 就是有排面 是 确实 对 然后呢 今天跟那个Alan肯定是要聊一聊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V-H-LowV-Work办公的一些体验 一个是这个同样作为企业家 对 同行 同行是吧 同行 都是创业者 可能要聊聊关于这个V-H-LowV-Work这家公司 在中国的一些发展 是 对 但是前面呢 还是先聊聊大天 跟Alan聊聊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职业经历 对 我们俩本身也挺好奇的 对 因为这个应该是是你工作的 是第四个吧 第五个公司 第五个公司 对对对 那我们了解的之前就是比较大的这种企业 那就是最开始在保洁 对对对 然后洲际酒店 对 然后迪斯尼 还有一个是哪儿 我还做过一个家叫丹纳河 也是一个美国公司 对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之前的这个职业经历开始先聊一聊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是学叫无极非金属 属于这个 听着很像搞那种材料研究的 对对 你蛮懂吗 专业专专业专业 都是工科生 对对对对 当年我们都是聪明孩子 读的工科 对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然后无极非金属俗称技术陶瓷 当年这个 当然我爸了就对我有期望 是希望我这个未来这个很有发展 可以做这个什么高技术 当年我记得在我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中国可能当你们火箭发射啊 当时像全国人们都很振奋的 是 所以里面有一个 有一部分是陶瓷的材料 纳米陶瓷啊 这些绝对是高技术 后来我爸跟我讲说 儿子 说这个21世纪是这个新材料的世界 我当时也不懂 不太懂 然后就奔着这个就去报了这个专业 你一考大学应该94年是吧 对94年 对 然后我上大学 就是你毕业那年98年 正好我考大学那年 然后我爸跟我说 以后这个世界是信息的世界 信息的世界 你就去学这个相关专业吧 因为我管这是属于信息工程学院嘛 就我们那会儿的就是这种 所有跟信息工程有关系的专业的份都报告 所有学校 然后包括北游 那年那份会赶上清华了 是吧 因为就是每个年代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很火 对 那个时候那个这个油店非常非常火 我那个差不多 咱们那时候 是吧 我给你说小三岁吧 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以后是计算机的时间 然后我说那年的计算机分可高了 对啊 我上学那天有一个那个二本 叫信息工程学院 他那录取分已经超过一本线了 对啊 对啊 就这名字 大家觉得说我学这个 希望能赚钱 是 实在的烙印 等我一毕业 大家都去中安村配电脑了 对啊 那你那个中学是在哪上的 我是中学是在叫康平县 是在辽宁的北部 离沈阳 大家可能了解沈阳 算是沈阳市 之前是归铁岭市 归铁岭 铁岭市个大城市 离沈阳大概120公里 对 好像挨着那个内蒙 靠这个 对对 离内蒙比较近 克尔信什么那边 对对 离内蒙是不远 可能开车大概几十公里就到了 是啊 对 对那从那考的 你是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对对我天津大学 那这应该挺不容易的 那边高考路学队应该挺低的吧 对我们那年还是第一年 那个叫并轨 其实94年是中国大学算第一年收费 并轨是什么 就是那个 我理解就是大学开始 在我之前 大学几乎是免费的 这样一年第一年94年 其实但是你们是后来了 我们就没赶上 我们是赶上了第一年 是这个算就是所有的大学开始就自费 然后大家意见不很大 也不包分配 对吧 那是刚刚开始 那个就是那个时代 对对对 我当时成绩还不错 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们全线第二名 然后那个对还不错 对那当时为什么考了考这个天津大学 我觉得两点 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说时代的烙印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就大家都比较懵懂 特别是在我这样的就是像康平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还是比较闭塞 对这个世界啊 当时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天津大学前名叫北洋大学 然后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做了marketing市场营销 当年我觉得他这个营销做的蛮好的 非常我就被他这一句话就打动了 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营销 我的大学呢叫北京科技大学 前身叫北京钢铁学院 对吧 但是我在上高中就是高考的时候98年嘛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了 然后都怎么考学校 就是教程简章 就一个报纸 一样的 然后呢里边有一个豆腐块 大概200字 北京科技大学 前身是北洋大学 是吗 为什么呀 他不是 他硬说自己是北洋大学 是吗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啊 对因为我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嘛 就是其实也比较偏远 对吧 然后你说这个牛啊 北洋大学这我听说过 对对 1895年创建 其实确实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就是咱们都以为自己上那北洋大学 但是我这是假的 我想问问你们俩这到底谁是 可能他那是 天大师 天大师 对我这是抗腿学院 天啊 这是不是属于学术72 我跟你说这营销啊 我这营销做得还好 中间应该是有些联系 对肯定是有点联系的 但是肯定不是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 但是上天大的也实在太令人羡慕 但是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还是 虽然我是家里的老大 那我当时我们家 我爸是教师 我妈当时是个体户 然后我还有个妹妹 哪里还有个体户 就家庭条件 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将将可以够 就是供孩子读书 当时我说第一年病鬼嘛 我就当时我还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因为天大师 整个在这个排名前面里面 就收费是最低的 当时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短时啊 但是我觉得大学很好 我很喜欢啊 当时是我记得当时是一年收1100块 然后很多学校 有些学校可能像上海的学校都1900 然后像北京很多学校要1900 2000之类的 这就是纯学费是吗 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年的学费 大概的学费是1000多块钱 对 那个时候我爸可能一个月就挣三四百工资啊 就当时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这个另外一个成考虑 基点吧 这个一个综合因素 另外一个天津对于东北来讲是南方吗 我想去南方 我想去南方 想去南方 想去南方看一张 南的也不是很难 这也太不难了 不过天津的确不错 他又是南方又有海 对吧 满足了所有想象 对于东北人来讲 出了上海关都是南方 对 过了上海关就是南方 不是 我不但跟那个小伙子说 我是天津大学这也太好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天津大学 对 因为那个好像是我大学快毕业那时候 我当时女朋友去他当时考托福吧 然后北京老包不上名 去去天大那边去考试 我陪着他去 结果那之后我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天津 一定要去天津大学 是吗 对就是就是我哪都不去 我就去上天大 有很多故事 故事 关键是故事 你们学校特别好 天津大有好几个湖 对 非常漂亮 东京有一条河 对 我每次去天津 真的有时候就觉得说 那个梁成伟 说去哪去不丹 喂鸽子 去什么 欧洲 喂鸽子 对 然后呢 有时候我觉得 北京这个城市 真是太喧嚣了 我去天津大学 河边上 吃个炸糕 露味荡 我们坐一会儿 就觉得很peace 对 这机器楼有很多回忆的 你看 你也有故事 在那边讲一讲 有故事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能在那样的环境 上学真是 人生羡慕 不像我们在 在我们的北洋大学 上学就得去金工实习 学校里边有钢铁厂 我们也去做锤子 我也做过 是吗 我也做过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差不多 对 我们也是 因为理工科学 都要做这个事情 做锤子 还做个飞机模型 我记得应该是做了两个 一个是飞机模型 一个锤子 我都记得 你们学的都挺有意思的 我每天在那弄那单片机 你先进 你计算机 弄那不玩意儿 对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毕业之后 其实按理说 应该是这个本专业 但是因为我自己 这也有一故事 就是我当时 那个 考大学的时候 我说不知道考什么专业吗 对 因为已经定了 要考北京科学大学了 对 那就说 考什么专业 计算机 计算机好像也挺好的 这时候我一表哥 在东南大学 那个上大二吧 对 然后说问问过来人 问过来人 他说我跟你说 学自动化 自动化的专业 万金油 毕业之后 什么都能干 对 然后这个毕业之后 好找工作 我说行 那考自动化专业 然后学自动化了 结果学了之后发现 我天就首先那课业特别繁重 对 然后那个也好好都没人挂科 差点比不了业 很火的专业 那个时候 特别火 分居高 比计算机的分还高 然后就特别痛苦 然后等到我上大二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就已经要退学了 然后我那个学自动化 因为他也学不动化的那个表哥 大学毕业了 毕业之后 去了保洁做销售 是吗 对 是就是这回事 他哪年呢 他比我大两届 他相当于是2000年大学毕业 对 然后呢 后来我一看这个 你的这个 艾伦的这个履历 天津大学 学这个什么 这个金书 毕业之后 也去了保洁 对 或者你们这专业也挺万金油的 是吧 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因为都是基础课 我理科很好的 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基础课就 比如我数学 跟后面都还不错 但到了大三发现 其实我对专业课 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 但我就对社会工作 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当时在大学 是我们系的学龙会主席 然后那个 这个也办了什么编辑部 就跟你们现在做的事差不多 也不正业 他也是 文学社社长 你看 握握手 有很多的 做领导的 急着说社长 做很多就是社会工作 然后也就是 我觉得大学其实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交很多朋友 打好基础 所以我毕业之后找工作 当时保洁在中国 还是非常顶尖的一个选择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选择也不多 然后外企就是保洁 摩托罗拉 当时有四大 然后其他可能有很多 当然是国内的企业 还有很多去做研究所 就我的同学 同班同学 我从小其实也比较奇怪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想去从商 就去做商业的东西 从多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 其实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小 我爸爸是老师 我刚才讲了 我妈是个体户 个体户 她是从街上摆服装摊开始的 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店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在80年代末 在90年代初 其实整个中国的条件一般 对吧 又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做个体户蛮神奇的 就每天我妈回来还能买水果 所以你想在那么小的时候 每天能吃到苹果 能吃到香蕉 我就觉得 当时我这就是小康生活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做生意是个蛮神奇的事情 我妈长得也不高 然后她可能就是怎么讲 赚的家用可能比我爸赚的还多 我还有个妹妹 对吧 说我们俩可以读书 家里生活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做生意是一件 就蛮泡妇的一件事情 可能从小就有落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 所以另外一个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我当时跟我爸打电话 我说爸我找到工作了 然后我说叫宝洁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 他说宝洁是什么 说是一家美国公司 做日用品的 到底做什么 后来我实在 我想要一个通传 我说卖香皂 但是我工作的品牌叫舒福佳 电话那段就是安静了 沉默了 说最后来了句说 我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钱 你读大学 你去卖香皂 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马上就说有 我说爸你不知道 公司特别好 我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有4000块 不过这么多 真的有4000块 当时他觉得 很多钱 98年4000块 但他有我骗他 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月挣400块 对 他说你这个去了也算了 你还忽悠我 电话就挂了 我就特别有趣 然后对 那第一个工作 我觉得打开了 因为那时候外企 其实也算进中国 也算刚刚开始 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 新鲜的大学毕业生 我觉得是完全是 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 那个年代 就比如像您说当时是 应该算是第一波 大学不包分配的这个学生 大家毕业之后 会不会觉得特别不知所措 就觉得我应该去哪找工作 对 也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对 所以你们就是实际什么状态 对 当时我觉得因为可能 那个时候我觉得 感觉还好 当时可能天大的就业率 还是可以的 但是确实以前说 大家是有一点彷徨的 是吧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有 就像天大的这样 大学会有招聘会进来 大家都自己投简历 校内招聘会 对 很多企业进学校 然后大家投简历 对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跟前几届比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等于说你刚才是根本就没打算 找本专业的这个工作 没有 或者我 其实当时就想 有很多 其实机会蛮多的 因为当时我如果学生会主席 就业的这个 这个渠道还蛮多的 对 当时我其实当时怎么简历都没怎么投 因为宝洁他提前一年就进学校招聘了 大概是 比如说我是98年毕业 我基本上97年年底就签了他那个 这事就定了 对 比如说你就是根本没有来得及 面对这个简单的选择 就已经就替你做了 对运气比较差 你知道吗 没有学习的机会 我觉得是这样的 人生其实到了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就了解 当时你感觉自己 哇 你看 我这个保险 对吧 你看你们还在大街上奔波的时候 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要去广 跑到广州 然后跑到什么 就是上海 就是去找工作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很得意 说你看我天天在宿舍里坐着 然后这个就是很清闲 对吧 但后来你回过来再看 其实你也是错失了一次 就是学习和经历的机会 有辩证的看 这种论调非常气人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那等于说你那个保洁是在天津吗 还是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的 我暴露太多秘密了 我当时是 我当时在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 大概是十几个月 后来我去了广州 就是保洁的总部是在广州的 天津有两个工厂 大概我在天津工作了一年多 后来我就去广州总部 这也是正经南方了 对 这个时候讲到正经南方开玩笑 当时后来你问跟广州人讲 啥观野北都是北方 我也算 你这个讲的我就很有趣 后来我说 爸你不是说你喜欢南方 你觉得南方交易质量好 南方经济发达 我说我现在我真正在南方了 不能在南方 在南就是海南了 在广州住了几年 在宝洁 人在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那几年就是学习 交朋友 然后打开一个新的 这个全新的世界的感觉 你看那边具体是做什么 后来做营销 做市场营销 就基本上 就今天你听到的这个品牌 品牌建设 这个市场营销 真正的鼻祖是宝洁 是是是 就是宝洁有170多年的历史 对 其实全球的很多年以前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做品牌的 按照品牌的这个理念去做产品 第一个做电视广告的 第一个做什么广播广告的 第一个做报纸广告的 都是宝洁 是由历史上 在全世界 所以他真的是 其实他是把这个整个品牌建设的理念 带到了中国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国内的企业 包括这个 我觉得很多公司 其实都是在拿宝洁在对标 对因为我之前在那个王兴的团队 犯所工作的时间 然后王兴说 那边看你挺能说的 赶紧一任务 然后你没事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有意思的书 你把书看完之后给大家讲一遍 然后啪 这过来本书 我一看定位 是吗 我许书很好 对 然后那本书 我一看里面的例子 全是宝洁的例子 那本书非常好 大量宝洁的例子 然后后来就是你在那宝洁 今天不是写了本书叫品牌帝国吗 对 那时候我前段时间 我要专门搞到了 然后翻了翻 发现它是一个 其实有点像工具书 对 其实当时我觉得是这样的 当刚进外企的时候 有很多比较有前瞻性的 就是当时有一些前辈 那就会讲到说 当然外企在中国的发展 也讲到中国企业的发展 很多的前辈就讲说 其实未来你学到的 其实也是怎么可以应用到 就是国内的很多企业 对吧 在中国的成长 当时在做那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在前沿里面也写到了 因为这是一个 我觉得品牌建设是一个学问 那这个长期 就是说 第一个长期 就做的比较伟大的公司 在历史长河当中 可以存留很久的 对 那无疑不是非常非常重视品牌建设 那也是希望那本书可以 一本工具书了 就给一些刚刚从事品牌工作的人 或者说我们一些国内的企业 一些民企 他们今天发展都很好 是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长久 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借鉴的意义 对 因为那本书 它不像定外里边 全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特别好玩 你现在那本书 品牌帝国 感觉就是特像一字典 一字典 里边一条一条 就是比较晦涩 比较难度 没有 其实就是给你讲什么是品牌 对 其实我觉得当时也是 那是比较早 005年 就如果哪天 我退休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了 我再重新会去思考一下 就像你说的似的 可能把自己的经历 对 过去看到的 学到的 听到的 都可以做个总结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是 然后保洁之后 你就去了那个洲际酒店 对 后来我是 我在广州住了几年 然后我就来上海了 就是讲到这个 其实我小时候刚刚讲 一直要去南方 另外一个 我从小就想去大城市 然后记得我 因为很有趣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叔叔带我去类似沈阳 就第一次坐公共汽车 我觉得公共汽车好大 我觉得大城市真的很赞 说我一定要去大城市 我从读书到工作 后来说来上海了 真正的来到大城市 但是住了15-16年了 后来也是觉得 广州我很喜欢 但后来觉得 就是未来的机会 觉得上海 就是一个更神秘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我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然后自己就 我当时真的是 在广州生活还是蛮安逸的 工作有很多朋友 然后我记得当时特别情 但当时我就想 抛弃过去 重新开始 就觉得如果当你太安逸的时候 你就想去 在那个年纪 是想再闯一闯的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在广州搞了几个箱子 去了幽局 直接就上海什么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直接把那个箱子 幽局里寄过来 我两个非常好的兄弟 他们两个在广州 送我去幽局 然后送我去机场 拥抱告别 搞得非常的 情真一切 但最搞笑的就是说 我是03年来的上海 然后我那两个兄弟都是 一个是03年年底 一个是04年 都来了上海 还不是一块来呢 前后脚 都在上海发账 肯定我觉得也是受你影响 就这哥们去上海 混得不破 咱们也去上海 天天能住酒店 快地化 中级酒店 过贵了 一晚上 他也不想住酒店 为什么要住酒店 在中级的时候 就是你是整个的大中华区的 那个副总裁 是吧 对 我是刚进去的时候 是叫总监 然后来中间有个升职 做了那个大中华区的 这个副总裁 主要负责市场营销 品牌管理 然后那个消费者洞察 酒店的一些 创新的东西 我在那边还开创了一个新的酒店品牌 我就在想 就是说你现在在微博 整个对公司品牌 包括对运营 这个社区 公司的气氛的 是不是跟你之前外周际 包括外迪士尼 其实有关系的 因为迪士尼给大家的第一反应 就是欢乐 包括你之前外迪士尼 也是付过整个的市场部 而且它是迪士尼 那叫度假区 不光是乐园 整个个是吧 你理解的吗 有两个酒店 对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厉害的 但是虽然我还没有去过 因为我去过国外的迪士尼 像东京的迪士尼的 迪士尼的 迪士尼C 我都去玩过 然后我印象就很深 因为当时从东京过去 要坐它那边的地铁 所以地铁过去以后 然后你就进大门 然后就开始在里边玩 但是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有一个能住的酒店 对 但是那个酒店其实非常的 就是你不注意看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就是坐着地铁才能看到 我当时就想 其实作为小孩来说 如果你因为那个酒店是一个城堡 它长得就像一城堡 我为什么知道它是酒店 因为我看到有小孩和父母拎着箱子 就进到那个里边去了 可能要住在里面 你就想你作为一个小孩 你要是谁不想说能够在这种迪斯尼的事业里边住一些 对 因为它晚上是有很多的活动的 对 它晚上会有一些放烟花 会有迪斯尼的人物的游行 你在那城堡里面 就是酒店里 你打个窗 你有这双牙看 你能看到 大家都在那玩 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就是一童话世界 这种感觉 我当时特别一样 我这样 我要住一家 都有多好 你就像是吧 王子是吧 看一看 大家怎么能玩 没有这个感觉 然后关于迪斯尼 其实我们还真是挺好奇的 因为我自己也去迪斯尼玩过 就有时候展哥里边的 就是秩序感特别好 对 就进去之后 因为人特别多 然后你就 当然也有一些排队的一些情况 但是总感觉就是它 里边所有的服务设施 大家在里边玩 就是仅仅有条的 不过是那种 就一团乱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 我觉得背后应该有大量的 这种设计 或者是这种服务体验的优化 还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当时你在这边 这个部分是你负责的吗 对 我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当时在迪斯尼 也是就领导团队的这个议员 那我们都会整个领导团队 大概都一起去决定 在中国的运营方式 我们在上海 就是筹建 其实我是13年加入的 乐园是16年6月16号开的 那整个都参与了 就很多的筹建的工作 从是100个人 到后来是11000个人 你想这整个是这样 11000个人 后来整个上海 迪斯尼团队是11000个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有一次在外面开会的时候 也有人问 在上海 在夏天的时候 有39度到40度 对吧 那么热 对 然后我和迪斯尼 很多的这个演职人员 他每天可能在重复 同样的事情 对 可能是每个星期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可能是每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怎么样能保证 他们每次还能像 就是那么新鲜 对吧 每次都那么着急 其实你去迪斯尼乐园 你会很切的感受到 你去看那个游行 我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到乐乐里面走 去看那个游行 你每次看他们 就那些演 我都很熟 但是他们真的是 每次都像第一次一样的 精力充沛 对 当时就我问 我们那个一个 在迪斯尼工作了30多年的 他是负责 娱乐演出的副总裁 他当然就说 他说 在迪斯尼 每一个人都相信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可能是在演了几百次 演了几千次 但对于客人来讲 很可能是他 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 对 那我们一定要做到 让他这一辈子 唯一的一次 永生难忘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这种精神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即使是39度 即使是40度 那即使是重复了 成千上万遍 但他每一次做 都跟他第一次做的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 跟大家分享 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传统 包括当年华特迪斯尼本人 他的对乐园 他的想象 其实乐园是怎么开始的 他当时是带他的两个女儿 在美国周末去公园 然后他就觉得 小孩子在玩了 但他觉得公园又不干净 然后他又觉得 自己没办法参与 他只能坐在板子上看 他就想象说 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父母跟孩子 一家人可以一起 非常非常开心的在一起 合家欢 对 然后可以一起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快乐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就跟你们创业 这个我就有很多 想象的地方 当时他也没有钱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这儿想象 我讲他这个创业 我要鼓励鼓励你们 当时他怎么做 但他有这样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想法 那他怎么做 他就把这个想法画出来了 他做了这样的 把乐园的这个想法 全画出来 然后当时 那他又怎么办 他也很会做营销 他就在电视台 他跟一个电视台合作 他每周末 在电视台上 就讲他这个概念 就说我这个乐园 是什么 冒险乐园 这个是什么 神奇王国 然后后来 因为这样的方式 他找到钱了 就是他又在电视台 有公司录业 对 后来又银行 给他投资 然后后来跟电视 一起合作 他才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 当然你说有理念 我在讲说 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对体验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 其实背后你还是要有 有规划 有这个流程 其实在迪士尼 有一个 每一个员工手里 都有一个小卡 叫那个叫Four Keys 这个是这么多年 都是这么传过来的 就是他的这个服务的行为 其实就四个字 很简单 第一个字叫Safety 安全 第二个字叫Courtesy 就是这个礼貌 签工 简单是这样 那第三个叫Show 第四个叫Efficiency 那迪士尼的里面员工 他不叫员工的 我刚讲他叫Cast Members 就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 只要是在有客人的地方 你就是在舞台上 大家想想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Show 就不管你是 就是打扫卫生 你还是这个餐饮服务 你还是卖商品 你还是一个在里面 就在做这个表演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个Show的一部分 不能出戏 意思不能出戏 另外就是你在Show上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 最完美的一面表现出来 这是他整个的理念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希望 都是Show的 里面有一万人 每一个人都是Show的 这个一部分 每个人都是在把 完美的Show再呈现出来 在迪士尼玩的时候 你不会有一种说 有的人是工作人员 有的人是在那赶活的 那种感觉 你要非说 乐园是一个整体 那每一个人 都是乐园的整体的一部分 就这种感觉 你不能说前面 只有几个演员在表演 这边来小面坡大姐 你看就是跟所有大姐都一样 对对对 那就不行 那就不行 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 就是当年也是说 当年就是也是在迪士尼 工作了很久的一个 他负责的就是 让乐园比较干净 就是打扫这个乐园里面 所有的这个卫生 但他因为做了比较久了 他内心也都是迪士尼 后来他自己就经常 拿着他那个Sauce 画那个米奇的形象 画各种迪士尼的玩偶 这个就变成 很多小孩子就非常喜欢 就像你说的 他就变成瘦的一部分 就他后面也排队的 小朋友都排队 就要走到他那个画的那个米奇里面去拍个照 就变成了 他在里面就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 成了一个心象 对他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瘦的这个 扫地僧啊 太厉害了 我觉得其实迪士尼这件事吧 到现在 因为他时间在这摆着 有一个特别别的无法超越的部分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地方大家去玩 都是父母带着小孩 陪他们去玩 但是迪士尼对于父母来说 也是他们很想去的地方 因为他是陪着这么一代一代 又一代人都从小孩变成了为人父为人母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特别好 刚刚我就想回到跟你们讲 那个关于定位这个问题 对 其实就是我在加入之前 就在想到底上海地球乐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因为在美国呢 讲的是叫最快乐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奥兰多 它叫那个梦想成真的地方 那到中国呢 其实我们也在想到底什么样的定位 是对中国人最贴切的 回到你刚才读那本书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调研和了解 那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状态 这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很强的总结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飞速发展 对吧 就我个人在职业经历 我可以跟你分享 如果从宝洁第一个工作到今天 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意当中 看到非常多的变化 然后呢 我觉得基础设施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大家的职业的发展机会 越来越多 今天创意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吧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正面的这个影响 但实际上呢 另外一面也有很多的压力 就是中国因为竞争非常激烈 对吧 房价这个能讲 这个房价也很高 其实人觉得压力非常大 然后这个压力可能从小孩子就开始了 对吧 就是我觉得其实中国我们这代人 是处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比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环境当中的 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呢 其实我们都有最美丽的部分 我们叫那种纯粹的 我们叫童真 其实我每个内心都是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 就是我讲我用的一个词 我们这些都被埋住了 迪士尼乐园是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到了 你进到迪士尼里面之后呢 你就发现你这些内心最美好的东西 都被这个点燃了 对吧 就完全被这个我们叫唤醒 都被点燃了 就当时我把它做定位叫点亮心中奇梦 其实完全是为了 这个点亮心中奇梦这个定位 完全是中国独特的 就是这个我的团队 我们一起把它做出来的 就是本来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梦 只不过就是被埋藏了 被压抑了 就把你把它点亮 对 其实我觉得来到迪士尼 可能你只是去半天 只是去一天 但你在那个世界里面 其实你内心就像你刚才讲的 大人变成小孩了 我就是很神奇的东西 是因为那你自己变得更纯粹的感觉 它是一个伴随式的一个东西 你像我的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的父母陪着我看米老师唐老爷 对对对 那到现在像我这么大的人 都带着他们的孩子 去看冰雪奇缘 对吧 对吧 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就觉得就是说 哪怕是我让我的父母跟我一起去迪士尼 他们也会感受到快乐 因为他们也认识里边那些角色 他也知道米奇 他也知道唐老爷 也知道虎妃 大家都知道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刚刚讲到体验这个话题 做个对比 迪士尼的也有一个mission 就是他真正的想做的事情 还有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 这是这个 或者说梦想成真的地方 这是我说的 我们叫mission driven 对吧 有使命感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讲到这个定位 对 那WeWork呢 其实从创始之初 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mission 有一个非常强的使命感 就我们讲就是说 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重要的工作是为了开创更美好的生活 那是真正的去鼓励或者帮助每一个人 自己可以做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 那迪士尼它是一个旅游度假 对 我们说我们一年去一个一两次 一年去一个五次 我们说我们是年卡的 一年去十次 对吧 到头了 就已经比较多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是很 真的是很开心的 但工作是什么 工作是你一年52个星期 你每个星期都要去的 对 当时我就想 如果可以让工作也变得很快乐 那我这个一定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 就当时我第一反就是这样 当时我也是毫不犹豫的就 就加入了这个WeWork这家公司 当然你是这么想了 但我觉得估计你女儿肯定不这么想 对吧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 我女儿非常不开心 小朋友 你就想一下 我爸是迪士尼的 如果我小的时候 我爸是迪士尼的 那我得开心思 见所有小朋友 我就跟他说你看我爸是迪士尼 我随便去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父母的 其实包括你的工作 当时我还真的蛮尊重他的意见的 是不是 当时我去迪士尼的时候 也是征求了他的意见 他当然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 举这个双手赞成 他去迪士尼的时候 当然赞成了 去的时候 我离开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 绝对不同意 对绝对不同意 对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 但是觉得是比较难 对 因为其实就像你讲的似的 就是爸爸在迪士尼工作 给他的童年带来了非常多的快乐 公主一样的光环围绕在身上 真的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很自豪感 开心 带来很多欢乐 你总不能跟女儿说 说你看迪士尼一年 咱们都去这几次 但是52个星期我们都工作 女儿说我什么东西听不懂 我就让去迪士尼 后来我也带他来维稳克参加活动 然后他后来他也被说 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说 我说宝贝 我说微博客很酷的 微博客里面有狗 有小狗狗 他说不可能 怎么可能上班里面有狗狗呢 好了他来了一次说 这个蛮有趣的 真的有多好难习 上班狗 后来我带他参加一些活动 现在好一点 好一点 估计你看 我估计也没有完全睡 那时候他几岁 你说我 就是来微博客 去年他10岁 但我加入迪士尼他只有5岁 那你还跟他这么认真的商量 这真是好爸爸 我觉得女儿肯定对你来说 这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身边大家有了女儿了 男子一下就生活 就完全都陷入在女儿里 我有两个女儿 如何生存 我感觉真是啊 但是真的很幸福 刚刚我们也聊到 这个Alan依依不舍的 离开了迪士尼 加入了Vero 那我们这也稍微休息一下 给大家来首歌 来首什么歌呢 刚刚也聊到的什么冰雪奇缘 这歌其实现在成了迪士尼的 最hit的song了是吧 对 想当前都是米老伟长老爷 我这并且这歌 Let it go红遍群球 绝对的 绝对的 对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歌 Let it go 火到之后 我们再接着聊 好 那我们现在来接着跟Alan聊聊 这个V-Walk 刚刚我说我今天穿的 还是迪士尼的Ticky Run 秒数 OK 正版的 正版 不是 合作款 但是也是正版 对 来聊一下V-Walk 刚才主要就是聊聊之前 Alan的一些职业经历 因为 二三公园 我们之前来过来做客的嘉宾 应该说是在文化行业的嘉宾比较多 就是歌手 音乐人 演员 导演 其实比较少跟这种创业者 或者企业家聊天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听众 就说白了 大部分都是上班的人 对 还有一些也是像我们一样 就是做创业的 对 正好呢 我们接个机会 就像刚才说的 同样作为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主 做一个高峰论坛 是 来聊聊这个V-Walk的事 对 V-Walk的这个 开始 10年 其实我在讲 V-Walk的这个同时 我其实想讲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其实这是一个全球 在全球方面 我觉得中国可能是在过去的 这个15年 20年 更明显的一个趋势 就是城市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大的趋势 举个例子 过去15年 10到15年吧 中国应该有将近3亿人 我所说从农村搬到了城市 在未来可能还会有3到4亿人 今天中国大概城市 大概是50%多一点 大概7个亿左右 7个亿多一点 未来可能还会有3到4亿人 会从农村搬到城市 在全球范围内 说会有超过10亿人 在未来的10到15年 会搬到城市里面来居住 城市化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我也提到说 中国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觉得城市化 其实是带动很大的一个因素 但城市化也带来很多的影响了 就是资源的不够用 对吧 我觉得资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个人记得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当时去 我在虹桥上班 每天下班会从天山路回家 过了6点半 特别是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漆黑一片 没有什么人 今天再去天山路 24小时都是灯火通明 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其实对资源的最合理的利用 效率的提升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最近共享 对吧 直到共享网约车 包括像Airbnb 对吧 包括像WeWork 其实我们真正的理念 其实实际上是在通过共享 或者说 其实真正是我们就灵活的这样 提升效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之前在酒店也做过 你们刚刚提到酒店的 其实如果你们观察的话 其实酒店有一个 我在酒店好像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早餐厅 吃完早餐 10点之后 早餐厅基本上没人了 而且很多五星酒店 想象一下 你想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浪费 在城市的最中心 五星酒店 早餐厅在10点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很好的利用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 对吧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浪费 对吧 如果你真的去思考的话 等于他 比如说早上起来 可能6点半或者7点开始 对 然后到10点钟结束 然后就结束了 对 他这个场地的时间 对 基本上就这样 虽然他提供午餐 他提供晚餐 人都很少 对吧 基本上 我想如果从资源角来讲 利用来 这是很大的一个浪费 我觉得几件事情 我又会在做 第一个 他是在办公这个行业 在过去几十年 甚至上海 人家可能都没什么变化 比较传统 对吧 我觉得我又会第一件做的事情 他是在隔整个办公行业命 我叫他隔命 隔办公这个行业的命 说最近我们在跟 美国的一个咨询公司 做了一个调查 就WeWork的办公楼 跟传统办公楼的 用效率对比的话 提升2.5倍 就讲咱们 首先他讲 效率的提升 意味着什么 就可能我一栋楼在市中心 相当于传统办公楼 2.5栋楼的效率 首先 其实为什么说 我们其实在美国 很多城市的市长 在跟WeWork 在做紧密的合作 在做规划的时候就想 我到底怎么可以提升效率 大家听到提升效率 很赞 创业者说 这是不是就是 WeWork可以 风靡全球的原因 我们现在确实是 全球的网红 不只是在中国 在全球都是一个 非常风靡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其实 真正革命性的 我刚才大概提到一点 是 体验的大幅度提升 办公体验的 大幅度提升 我觉得咱们讲 创业者 每个创业者都在想 找生意的机会 但我觉得传统 就或者说很难 往往体验和成本 是天平的两端 你要提升体验 你就要增加成本 对吧 这个很正常 对吧 但是我觉得WeWork 为什么它做到 就是我们做到了是 大幅度提升体验的同时 又能降低成本 我觉得这个是个 很神奇的地方 这是很难很难 做到的地方 跟这的话 我觉得还是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大概的一个历史 对 因为很多的听众 对WeWork 本身还没有那么了解 对 因为刚才 阿伦也提到 是2010年 2010年 对 一家公司 在纽约成立的 纽约 是一家全球化的 global的 global的企业 也是全球的 最大的品类的 对 这样的一个 咱们现在 咱们这个 是不是不能交 联合办公 对 因为之前 老有人说 老有人问我 WeWork是什么 我说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联合办公 我说 懂了 但后来我跟 咱们WeWork的同事 一聊说 我们可不是 联合办公 我们是什么 对 我们确实 不是联合办公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联合办公 就是比较表面 我就在描述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确切 就不具体 其实WeWork 真正代表的是一种 我们其实真正想做的 是在打造一个 全球的一个 创新的社区 社区其实是 我们的一个 核心的理念 当然背后是通过 设计 通过科技 通过社区的运营 这是我们真的要去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 我就可以讲灵活办公 其实我觉得灵活这个词 可能要 就比联合都要 就是更贴切 灵活 就灵活它是给很多的 不管是小企业 中型企业还是大企业 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灵活度 所以他们来讲 非常非常方便和灵活 对 这是我们一直在 这也感谢你们帮我 做了一下 做一下普及 对 做一下普及 下回就得说灵活办公 或者说更多的是 我们其实是一种 代表着 我也直接讲 今天的80后 90后 00后 他们对工作的需求 跟我们60后 70后 很大的转变 是 就他们今天对 工作的要求 就是他们对快乐的 这个要 要happiness 对吗 自己要这个价值观 这个这种方式 要跟他们的 这个非常相符 就他们今天在选择工作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多少工资 对吧 要多少这个什么 未来这个到底可以什么 做成什么样的这个职位 那这个当然 也还是重要的 这是基本 但对他们来讲 更重要的是说 这里的这个价值观 这个value 跟我的value是不是一样 那我是不是开心 对吧 我在里面 是不是能找到 我志同道合的人 对 就对他们变来非常非常重要 是 这也正是维吾河区域 就是比较推动的事情 因为平时看那个 微信文章啊 经常有人说这事 包括身边朋友也在聊 说现在这个 都不能说90后了 马上就95后 是 是吧 都上班了 特别爱辞职 都不能就辞职 一个不开心就辞职 对 实际上他们对于工作的体验 的这种要求 比以前高得多 对 以前大家还能够 这个忍辱负重一下 现在爱我 无所谓 而我们家有钱 因为就这一代的 大家的 家里的条件都 越来越好了 对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 工作的心情 要求就是特别高 对 而且就之前 我跟我们 微游客里边的 这个市场博主同事 也聊过 说你 你说你不是联合办公 那你跟那些联合办公 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跟其他的 联合办公的 这个场地之前 其实我也看过 也有哥们 在那里面上班 什么之类的 就是大家 大家一提到联合办公 第一反应就是说 就是一大片 自由的工位 然后你看上去 像是一家公司的办公 实际上好多个公司 对 然后有人就是说 听说你们去联合办公了 说不错 就是大家就是那种 就是在一起 感情特别热闹 我说我们不是这种 我们也做电台的 特别热闹 特别热闹 我们没法录音了 说至少就是我们自己 日谈这个办公室 本身我们看到的那种 自由工位就开放区 其实就20多个工位 其他的都是办公室 对 其实就是说 相对来讲 其实比较独立的 对 大家就是各自干各自的事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对 作为大片那种 作为大片 跟接地钥匙似的 不是那种 对 但是又很灵活 就是不同的房间的大小不一样 对 从两个人的一个屋 一直到八个人 或者更多的人一个屋 各种选择都是有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当时朋友给我介绍说 Vero和这边除了 比如说一两个人 这种比较小型的 对 然后以及像我们这种 比如说出厂公司 大概从十几个人 到几十个人 还有那种巨型的公司 比如说 像美国还是微软 微软 对 就是一栋楼 这栋楼都是你们的 对 这也跟我们之前 大家印象中的联合办公 完全不是一码事 对 就这个我可以多 我可以从三点 给你们阐述一下 第一个讲到企业的组合 今天我们的数字 每天都在增长 对 今天全球500强的公司 全球500强公司 30%以上 已经都是微博客的会员了 就今天已经在微博客里面工作了 然后好像这个楼里就有什么 优酷 阿里 阿里 阿里妈妈 优酷 然后就基本上在国内的大的科技公司 而且它不只是我中国的会员 它现在是我全球的会员 就在中国我们说去到美洲 去到欧洲 去到南美 巴西 现在最近比较火的头条 像我们说 包括阿里 现在基本上中国企业 其实我们在帮助中国企业出海 对 其实我讲一个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今天的企业 不管是大企业和小企业 最根本的是什么 是人才 我们刚刚提到了 是 就是我们如果你能找到好的人才 你的企业就成功了一半了 但今天大家对人才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对 其实我觉得微博客本身 就我们刚刚提到 就说我们这种工作的方式 它不只是工作 它是一个我们叫lifestyle 就它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吸引这些年轻人的 所以对很多公司来讲 第一个是吸引人才 这我觉得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 你除了吸引人才 你还要关注一下成本 对吧 你还希望你的是最优化的 去在做整个办公体验 我们其实通过各区的统计 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全包的方式 对吧 你进来就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们帮你所有都解决掉了 对吧 基本上我们在统计中 可以帮很多大企业 节省30%到50%的 跟它传统比 可以帮它做节省 其实灵活 我给你带稍微阐述 什么叫灵活 你想一下 如果一个全球训练的公司 要做扩张 说我是一家美国公司 我要去欧洲 我要去中国的广州 成都 深圳 我要去这个什么 印度 我要去那个新加坡 传统来讲 你要自己去 先找地方吧 对 找个找那个楼 有地方对吧 对 你要设计吧 你要设计完再去装修 对 然后再等一等 就基本上这个周期会 大概举个例 可能是8到12个月 过去了 差不多 但是更痛苦的是 刚做好 明年生意发展的很好 像你们一样 对吧 又要再加1000个人 又要重新 1000个人 又要 慎重 1000个人 每个月多少工资 又要重新来一遍 对吧 所以今天 我觉得维稣克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 你只要跟我说 你的需求是什么 在哪个城市 要多少 可能你这周跟我谈 我们快的话 这个月内能签合同 再快的话 你下个月可能就能搬进来了 而且你未来说 你明年还又需要 就这个我觉得是 我刚刚提到灵活这个概念 其实帮助企业 我讲每个企业都有自己 就是你们的优势 你们强在就是说 对于内容的把控 对吧 对 这是你们强的方式 对于办公这些事情 我帮你解决 对吧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 最近就是我说 我们讲说500强的30% 耳熟能详的大企业 基本上今天都是我们会员 而且很多公司 像有些 像很多公司 在我们全球超过一万个人 就是他的一万个多个人 在我这里办公的 就是最顶级的 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些 这个这个这些这些名字 对 另外一个第二层 我想讲 其实地产这个行业 其实还蛮传统的 对 我们今天讲这个数字化 对吧 通过科技 其实今天地产 还没有完全的被数字化 就微博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把地产也digitalize 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把它这个怎么去通过 这个数字化的方式 如果说你传统的写字楼 我觉得传统写字楼的 这个这个这个业主 他更关注的是 跟哪家公司搬进来 他知道说 这个楼里面有50家公司 他知道公司的名字 他那很难关注到个体 对 但微博克今天做的事情 你们了解对吧 我们是 当然是 这些公司是我们的会员公司 但是我们是能关注到 里面的每一个个体的 我们在打造的是一个 个体的这个经验 而且我们说 传统来讲 一栋楼里面 可能你不同的楼层之间 可能大家都在这工作了10年 忽全都不认识 大家也不觉得 没必要认识 对 没说过话 我认识你干嘛 对 但今天在微博克这个空间里面 大家很快就变成了朋友 对吧 大家可能有是商业的合作机会 也可能是变成了个人上的 这个这个这个朋友 就是我在讲这个社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理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个一个点 对 因为我自己刚才就你说那两个点 其实都会有一点小感触 对 包括比如说像你们这个全球化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只用了它很小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个上海的威海录 录了一次节目 但是我们就想 如果未来比如说日常业号 或者是另外一家这个企业 我想在全国范围内 或者全球范围内 去设立自己的分公司 对 它的确一个这种标准化的体验 是非常非常的 节省我们前期的这个经历的 对 因为就好像我们别人去国外玩啊 旅行 你说当地美食 当然我们去体验 这个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但是如果你心里没底 这地人生地不熟 去什么呢 就是一些诡计划连锁快餐 是吧 麦当劳是我的港湾嘛 对 进去之后你踏实 标准 你知道进去之后是什么状况 他不会给你过大的惊喜 惊吓 对 对 就是因为我有哥们就是在那个头条 我专门负责出海的HR的 对 我们其实经常聊 对 他去印度什么之类的 我去那种地方招人 一进度人 靠谱嘛 你看 有偏见了 你看 对 但我就说 因为你每到一个地方 对 去了之后 如果你要去说 我去租一个办公室 我去装修 你想你要跟多少的 所谓的地头舌打交道 才能把事搞定 这个我特别有感双美 因为我原来也就职一个央企 然后我们公司有自己好多下屋公司 我也参与过很多新公司 整个的这些 从楼 从弄楼开始到最后 能够正常投入使用的这过程 里边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 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想网络的接入 你要接入网络的话 你就得有自己的机房 你机房就得 就是建设机房 你很大一笔投入 然后要买设备 因为机房它还有恒温的 恒温恒值的空调 做负压 整个这个部分等你从弄完到建好 很专业 是不是做过办公室 寻寻寻寻寻的 网果 公司的网果 整个周期又很长 最后在验收 然后你投入之后 其实你运行运行的时间以后 因为设备要更新换代的 你很多的服务器 各方面的东西又有损耗 然后要电力各方面 但这个避免不了 没办法 另外就是包括大楼物业的部分 你需要打扫 然后很多公司 他说都自己有一个 我们自己有一个物业公司 但这个物业公司 可能就只能服务你这个单位 其实他的劳工力是冗余的 他很多时候是闲着的 所以你们两个对我们太了解了 这些小伙子 你们非常专业 其实我们在讲 我刚才讲的 其实我就说特别好 就是很多 你想中国企业出海 或者说很多企业做国际化 其实他办公是个比较基本的需求 他更多的需求是 我要找合作伙伴 我要找商业合作伙伴 对吧 另外更重要是说 假如说我说明天 你们两个把日常公园 做到美国去了 你下面过了很多员工 对吧 中国人去那边去开了这个企业 就第一点 我们就说你事不宜贵的 会儿就像插电一样的 你很快就陷入了这个 极插极用 对 就基本上 标准化体验 这也太重要了 对对对 而另外一个你想你在当地 如果你说你需要合作伙伴 可能你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喊一嗓子 说我是中国的日常公园 我们准备开拓美国市场 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很快就在社区里面就说 你需要律师 我就是你要找的律师 你需要什么 周边都是这样的人 更重要的是 你说你工作至于 你得用优点业余生活 你得交交朋友 在这个会员体系里面 你第一天就有了朋友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对吧 就像我们在海外生活 文化上 生活上 需求 对吧 在这个体系里面 就是从工作 我们讲 其实我在讲 很多人们说 维护到底是吗 你可以把定义成说 它是一个全球的朋友圈的概念 你到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里面 可能是商务的朋友圈 加上个人生活的朋友圈 我觉得小郝老师 出海这个事 考虑一下 好 特想去纽约 而且人家说我们 热门公园的听众 有相当比例是海外 海外花人 相信 对 特别多 因为大家需要中文环境 然后所以回头 我们一加入新的社区 然后马上就有人在电视 呦 那只腾园来了 我是你们粉丝 不是 不是如果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6月份录过一些节目 就说我们搬当VWK了 马上就听众该母后台留言 说我是VWK的设计师 对 我是你们的粉丝 听说你搬当VWK 我太高兴了 对 我说你咋设计师 咱们有空人聚一聚 他说我在美国 对 你看 就是我们的海外听众 全球化粉丝 对 就是VWK的员工 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那个场地 这是北京的那个场地 也有一些VWK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说 我也听你们节目 对 听你们节目长大的 对 特别好 是 而且社区这个事 我自己这小半年吧 其实的确挺多感触的 因为基本上 就是你们品牌宣传 做得特别好 首先就是每周 咱们固定会有好几场活动 对 就什么样的活动都有 有些是大家吃好吃的 吃吃喝喝 但是大家这个做瑜伽 大家做一些分享 包括刚入住的这些公司 跟大家做做介绍 对 就是认识认识大家 对 而且呢 就是怕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会通过这样几个渠道 让我们知道有什么活动 一个是发邮件 就是每一次有活动就发邮件 一封邮件 微博我有新活动了 一个是放前台 因为我们平时去的最多的 倒数链 就是前台 经常跟前台 问个事 取个快递 你看一盘上写着这种活动 去的第一座地方哪呢 厕所 洗手间 这小便直商 因为那时候你啥也干不了 盯着看 盯着看 这种万圣节大活动 你说万圣节大活动 北京的那个店里边 万圣节活动 由于装扮的太好 把我吓唤 他弄了一个鬼屋 然后掉在空中 然后走吧 还能踢到脑袋 叫子滚 而且就是不仅踢到脑袋 他还会叫 嗷嗷叫 还冒光 那天晚上我们也走 走的也晚 对啊 我们见着 就前台那挂着的那个 然后我是走 然后我撞了他一下 然后就 就把我吓唤了 对 然后我之前呢 也是为了体验一下 参加过几次 咱们这边的活动 对 比如运动类的啊 还有好吃好吃的 再过去蹭两口 都排好长度 对对对 特别多人 而且不好钱 不完全是不是因为排队 才那么多人 还有一次是 那边有一个旅行社 它本身是做 那个东非旅游的 一看就是去探房间 爬起的马扎螺 什么之类的 我说这好啊 这我爬过呀 对 我说那我得去 确实牛逼去 然后就 参与了一下人家的 对 在一个会议室 将来是旅行社 分享一下 是他们自己的 一些业务模式 然后谁对这个事情 有兴趣的 就过来听一下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说 我说那个 来 我来给你们讲讲 大飞老师 对 就是如果你对这事 有兴趣 然后呢 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像我这种本身 我觉得我 我挺专业的 我就炫耀一下 也能交代 好 谁能跟你能说呀 全民得主 像你这种人 以后就不能去 拉入黑名单 对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假如你是有交朋友的需求 交朋友其实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这种商务方面的需求 是 对 我需要合作伙伴 第二个就是说 我真的是说 这是平时上班啊 公司人比较少 或者是这个 性别比例比较失衡 像我们公司就 没什么 男的很少 是吗 就我们俩男的 都是女员工 对 就是想认识一些 这个 这个新的朋友 就是为我 他这种社区的 这样一个文化 应该是从美国到全球 都是这样一个 核心 这是我们的核心理念 对 而且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美国人的那一套 对 中国人其实不太讲究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 分你怎么看啊 就可能大家表现上看 可能是说我们在开个party啊 对 但你想我们 我觉得什么是社区啊 我们大学宿舍就是社区 对吗 对对对 你想象一下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对吗 我们宿舍里面 可能咱们是一个系的 也可能不是一个系的 真是 但我觉得大学宿舍本身就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连忙打星计 大家一起去做打游戏啊 宿舍一串 对不对 都是朋友对吧 对对 其实我觉得 那我我觉得 包括我们说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咱们当年那个公社的概念 把一个村子里面 那就是个社区 其实我们想再想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就关键可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呈现 对对 而且就是从线上到线下很方便 因为这个在公共办公区域里边 比如像那个一进来的大厅里边 大家都会在这边去拿捺水啊 休息一会儿啊 或者接待了一些客户朋友一类的 所以经常会就是来回都能见到 另外呢 就是在手机的app端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功能 对 然后咱也都知道各自是干什么的 这个其实 就像原来你在一个楼里边 你可不知道我隔壁的这个办公室人是做什么的 对 其实就是一个促进协作的 其实我在这个 我刚刚提到一个设计的理念 其实我有很多的设计理念 社区楼层 我们把它叫做地心引力厂 就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基本上是希望 举个例子 我像微海楼那个地方 那楼有1400个人在工作 四层 但是经常大家那个社区的时候 就是通过活动 就把大家都聚到一起了 对吧 另外一个设计理念 你看我们基本上 尽量的在每一个楼 如果它多楼层 我们做一个内部楼梯 对 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但是它就把让大家之间的连接 变得没有 无缝 对吧 楼梯就是承载了一个让大家经常见面 精神聊天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中间是会有一个通的 对 另外一个就你看我们 我们内部的办公室的走廊 我开玩笑 我们的走廊很窄 咱们两个面对面走过的时候 肩膀都可能碰到肩膀 就你不喜欢我 你也跟我打个招呼吧 这故意的 对 就是要让你促进大家这种交流 就所有的这种方式 就让大家 这样你说吧 为什么有这样的 就所有的这个理念 是让大家的交流和协作 这个是维博克一个设计上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理念 对 而且像他们老做那种活动 对 你通过活动 你一定会认识人 是 而很多时候 你其实某一个公司 你认识一个人 你就认识他们所有人了 是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 他创造一些机会 让大家互相认识 包括因为我 咱们平时经常晚上录音 经常周末去录音 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是非工作时间 你会看到很多其他公司 会有加班的人 有时候晚上12点了 还有人在加班 对 在大厅里边小姑娘 然后对 孤零零的 我不至于 不是不至于 至于 有时候我就会说 我说 还没想玩呢 是啊 我说那我先走了 其实也没有说 我过去真是 搭个善 加个微信什么的 其实就觉得 大家关系很亲近 很亲近 说那行 那你也早点回去 其实就打个招呼 其实真的是这样 就好 因为他那个 大家在大厅里边 然后进入到自己的 固定的办公位的时候 其实都是你来我往的 很多人看着是脸熟的 但是如果没有活动的话 你可能没有一个契机 说咱俩聊两句 对 但是如果是说 你刚才那种场合 比如到一个周末 这个里边没有别人 就咱们俩 但其实我们是 就见过 或者挺熟的 自然而然可能就聊两句 对 是不是 包括我们提到 就是说你 变种化体验的部分 对 的确是像我们前段时间 不是叫加薪办公室吗 对 你想我是相当于是 第一天说 这屋不错 我订这个屋 第二天你搬进来了 对 对 人家进去之后 就是一二三 好 交接完了 对 就是一点心都不用操 但中间还有一步是交钱 不要把这步省略点 手就帅 打完之后 就是下一分钟 这屋就已成你的了 就已成你的 特别简单 然后直接入住 另外我想跟你们讲 就是这个社区的概念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在美国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卖我们会员公司的产品 就是未来举个例子 如果说咱们说这个 这个人上会员 明天你们开始出了这个新的这个载体 比如说除了这个网络可以听 你可以再卖点什么其他的这个产品 卖我们我们的写真集 对 可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跟会员一起成长 对吧 其实这个这个想象力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说今天我们专注的就是 把社区做好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这个社区里面来 那这个其实你们分企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很深了 对啊 不光是一个场地的供应商 其实是已经有点孵化气的那个味道了 对 就是帮助这些在这个地方办公的人 特别是我 我们一些创业的人 对 就帮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后期的事情 比如你说这market我觉得不错 不见得非得是实体产品 就比如我们有什么音频的节目也好 对啊 就付费的节目 对啊 每个微博门口 对 都有一海报商 叠二人码 扫码就关注 扫码就购买了 这多人 对多好 而且全国这么多店 对 咱们巡演一圈 你小便池上面全是指甲门 你说多好 是不是 反正三个没事干扫码 对 我说一对 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微博 我最喜欢的地方 厕所 特别好 第一是特别干净 对 我真的我很少见得这么干净的扫码 这个不是吹牛 前面也不是 对 真好 干净 而且不臭 不是不臭 是很香 对 是真香 对 而且它那个私密性特别好 而且每一次你进了那个扫码那隔间里边 就开始放音乐 然后这音箱是boss音箱 真的 太关注细节了 那当然 搞音乐 对 而且真的它那个私密性好 就是它那个两边的隔板是通天顶的 对 我那个其实给人特别安心 特别安心 你在里边就干什么 你都觉得不会被打扰 当然你也没干什么 对 我就想如果有些人在厢厕所 boss音箱 里边日常公司 而且你还在坑上蹲着 你也跑不了 对 强制消费 太好 不放马不让出去 确实是一锦 做的事真的是就很用心的 是 很多设计的因素 很多细节是非常连人开心的 对 就包括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个叫创作者大赛 对 相当于是WeWork作为一个办公社区 然后再帮助这些在WeWork 甚至不外WeWork的创业者 对 去给他们一些这样就是展示自己的机会 对 其实我们最近我可以介绍两个项目 一个叫Creator 就创作者大赛 另外一个刚刚你也提到一个概念 我进入没有一个叫WeWork Labs 就叫就是这也是一个全球的 实验室吗 对 实验室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的理念也是一样帮助那些比较小的创业公司 他们可能是付不起那么多的这个工位的价钱 我们就会去联合其他的大企业 跟一些这个sponsor一起去支持这些人 这好 对 这个明年咱们要是说这个发展的比较迅猛 咱们就出海 是 是吧 准备上市 对 咱们要是发展没那么迅猛 咱们就加入这个live计划 对 然后享受初创者带福利 享受大家的帮助 鼓励 你们已经是很成功的 你们两个就做的非常非常成功 我们也是为我们的会员 就刚刚你提到 其实未来有什么机会 我们一起做做合作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开始笑了 怎么着 要提点要求 不是提要求 要开始进入正题了 财经正题 这么久了 有合作 之前跟咱们微博客的市场部同事 也聊了一个合作的可能性 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些节目也聊了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在微博客这边办公的一些体验 包括我们觉得好的地方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欢迎 就是我们人公园的听众 加入我们 对 我们节目的交题叫什么来着 来微博客 跟日台木园一起博客 气得正好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 大家有这种创业者 其实不一定是那种初创公司 大公司也可以 然后想加入微博客 可以通过日台公园来报名 当然好 当然好 对 然后欢迎大家 我觉得就别去微信和留言了 因为留言可能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回复 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邮箱就是日台公园的汉影评 全拼 QQ.com 给我们发邮件 然后通过日常公园来全国范围内 全球范围内 来租用微博里边的场地 可以享受一个特别的优惠 探讨一下 我们可以完全探讨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出现了 就给我们这样的创业者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而且我们跟微博客 接下来也会展开深入合作 大企业之间 我们要联动起来 不要联 对 都企业家 因为之前日常公园我们聊的一些话题 更多的是品种于文化 包括影视 音乐 旅游 生活方式 实际上关于科技 关于互联网 关于创业 本身也一直是我们挺关注的这样一个领域 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件事 我们这都是这件事 对 而且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 不属于文化领域的一些创业的朋友 对 也希望有机会把他们请到日常公园 大家来聊聊天 同时他们也很有文化 虽然不从事文化行业 对 对 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跟VROCK 一起来做一档 以中国创造为主题的系列的节目 把这些创造者们 请到节目里面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 对 因为现在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个 公司化的阶段吧 对 会去考虑很多问题 之前我们只是把内容做好 让大家爱听 喜欢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对 这部分其实也挺想跟Ellen探讨一下的 而且我之前还稍微做了一点内部调研 因为前段时间也是很有人的机会认识一朋友 他其实也是我们听众 然后我聊天 我说我们在VROCK上班 他说VROCK老板Ellen是吧 他是以前我在迪士尼的老板 我说这也好 来来来 快跟我说说 过来上边录节目 跟我讲讲那个人 八博料 八卦料 八卦什么 他说这个Ellen那个人 跟他一起工作很辛苦 他这个人永攀高峰 我说你举个例子 他说别人说团建 跟他一起去比如爬山什么之类的 他是那种一定要登顶 不登顶不行 叫什么Fight土印 我说这个辛苦的 对 然后而且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 就是机型特别好 对于数字过目不忘 对 过耳不忘吧 对 就是上次别人说开会 你跟他报一数 然后过段时间 你又开会 你再报一数 他说你这数不对 我还能集着数 我说这个太吓死了 这有点厉害了 你看 你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工作 对 你前的员工都调查到了 对 所以说回来 就是关于VROCK现在 其实就是说 本身我们年初的时候 开始跟VROCK这边说谈 要搬进来 大概全国也就试一家店 对 现在全国已经 好像六十多店了 五十九 五十九店 对 对 就是这个扩张速度 包括我们自己感触 其实很明显 是 我们的前台一直在换人 对 刚混熟又换人了 刚混熟又换人了 可能去开新店去了 对 对 那么你作为现在 整个大中华取搜寺的人 就是说 你会比较在意的这个目标 或者说数据 是哪一项 比如说 入住率 扩张速度 市场份额 利润率 什么是你最在意的 对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 这些指标都很重要 是 但我觉得作为VROCK企业 到今天呢 就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永远都会 回到我们的这个使命去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why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说 刚刚你提到这个 我们讲的快速扩张 我们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 我们全球都每年都是在 翻翻的速度在成长 是 中国就更快了 中国从2016年 第三季度进中国 季度跟季度的比较 两年半之后 大概成长了60几倍 但我觉得我最关注的 其实让我 我们讲说 让我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让我这个 一早就惊醒的事情 一定是说 我怎么样能够保证 当年我第一次 迈进WeWork那个感觉 当我开到500家店的时候 第500家店 当我在迈进去 或当你在迈进去 你还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 这个我就是 整个公司这个层面 最关注的 所以包括我们在招人也好 在做企业 这个未来的规划也好 我包括我每周 会跟我的领导团队 有一个这个定期的 一个会 我一定是不厌其烦的 强调我的mission 就是我这家公司的 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讲的 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让打造一个社区 让所有人的工作 变得更快乐 这个是我 永远是我的 第一关注的 就如果说 哪天我发现 这个事情 我做不到了 那我觉得我就失败了 或者说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没有做好 但这个是很挑战的 因为你这样的快速通常 你怎么就像你说人的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说你问我 我第一点关注的就是 我要保证社区的体验 我从第一家店到500家店 甚至到1000家店的时候 你有同样的感觉 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关注的 对 因为我们作为 就是在这边办公的人来讲 其实你们的扩张速度 我们是了解的 因为你这边换人 然后你们的这个入住率 我们也是了解的 因为每一次我们说 说这个最近看看 有没有新的办公室 还说你得赶紧订 今天不定 明天就没了 这个应该不是销售话术 等于说你对你来讲 其实最大的一个工作的中心 其实是我理解 就是服务能力的品控 对吧 或者说就是要把握住 就说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真正的 也要能去做到 就是我们这个 对我们这个mission的承诺 Alan说那个 我其实挺有感触的 就是说 因为最近日韩 其实也在扩张 我们也在一个快速选择期 也会有很多的思考 包括最近我们也做很多的事 然后比如最近 我们也在北京 也会做一些线下活动 我们也在做一些 比如说旅游的项目 其实特别别人 就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的经历可能有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 转到了公司的经营上 然后之前做内容 做节目的经历 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 但是我也经常会在 你说半夜睡不着觉 或者是睡觉 就吓醒了那种 可能还真的是说在 考虑录节目的事 我经常会梦到我录节目 我服务能玩 还没梦到我录节目 对 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 说迪斯尼 你说开这么多家店 或者这么多的员工 但是 每一个来附近玩的人 小朋友 他都有第一次 踏进这个地方的一个瞬间 VWALK的这些货员也好 他们也有说 第一次进到VWALK的体验 是不是你看到的VWALK 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对 对于我们来讲 说白了 当然我们有的老听众 但是很多新听众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是从哪期节目 开始听我们的节目 但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第一次 如果你做的不好 就变成了唯一一次 对 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觉得 最为主要 我就说特别好 就是初心是什么 对吧 其实我觉得企业可以做延展 企业的为了发展 就可以去延展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 有一根线 把你所有的延展都穿起来的 对 那我就这个举个 比如我在讲 VWALK说 是从办公社区开始 但包括今天我们在做教育 对吧 包括说我们在做健身 唯一没有变的是那种社区的 让大家彼此协作 对吗 让大家彼此连接 让人与人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们经常讲的是 今天社交媒体太发达了 社交媒体越发达 人与人之间可能真实的 像我跟你这样 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 可能就越少 是 我们讲说 现在其实每个人 每天要看160到184手机 6到8分钟就看一次 对吧 所以当我觉得 当我们这样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交流 才是真正的有温度的交流 是 这也是另外一个讲 这是我们虽然说 在好像在乱串 又去做教育了 又去做其他的 但这跟线是没有变的 对吧 真正想做的 还是初心是没有变的 是 在说像一个社区的 这样的那个理念 不忘初心那个事 反正也都在说 对 也变成一个套词了 但是反正 我自己经常也想了一个事 然后我们也会讨论 就是说 说白了 你为什么做电台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 你是为了赚钱 而做电台吗 当然不是 我们是因为喜欢做电台 才做电台 如果最后就是说 你比如说赚到钱了 最后这个电台 这个事情变得不重要了 那这个事情 本末倒置了 就比较可惜 对 或者说未来我们听众 大家说 日谈公园最近商业化做的不错 节目就那样 那我觉得 那这个事情 就没有意义了 对 对 包括其实现在 我们也会逐渐的有一些 比如说 偏商业化的内容 比如说跟我们的这种 合作伙伴 大家一起录一些节目 对 这种节目说的话 我们之前是 大家特别严真以待的 因为越是这种节目 就越要录好 对 因为你找一大明星过来 聊一些好玩的事 谁都爱听 但是你一些 其实是比如说 功能性的节目 能不能录的也好玩 也有趣 也好听 让大家听完之后 觉得说 这节目有收获 这个才是我们 我们自己 其实最在意的一个点 是 行 那我们今天就 先聊这么多 对 反正其实 跟Allen本身 一个是聊到 WeWalk的这些历史 还有未来的一些规划 其实我们自己 作为WeWalk的会员 实际上在这工作的人 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环境 本身 也有很多的感想 对 我想相信未来 因为我 当然希望我们能够 一直在这个地方 继续在经营我们的公司 对 我相信也会有 更多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呢 最后也带来一首歌 带来一首 这个比较欢乐的 对 同时也是这个迪斯尼公司 出品的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动画片 无敌破坏王 无敌破坏王的主题角 那就把这首歌里边 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再见